這是廣西八折梯田的地方 現在已經傍晚五點多了 你看這個農民牽著他的馬要回家了 在這裡也可以看到第一期的稻作還沒有播種 但是農田裡面的農民已經開始在忙著準備工作了 你看 因為地處邊界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些 空光明媚 因為是傍晚了 所以 天氣也不是很好 是煙霧 你也可以看到這個人 很宜蘭自得的 在田邊 散步 他可能 是這匹馬匹的主人 帶馬出來吃草 如果 在秋天 稻米成熟要收割之前 整個梯田 會黃沉沉的 非常漂亮 再加上 風一吹過來 整個稻子 就隨風搖曳了 就會構成一幅很漂亮的圖案了 如果一開始擦秧 這梯田會住滿的水 能夠 能夠倒影出 藍天白銀 所呈現出來的 會特別的美 一般梯田來講 就是稻子 收割的時候 跟擦完秧 住滿的水的時候 整個梯田 會非常美的 這個地方 就是廣西 的八折梯田 直到三個月 再加上 白銀 一位 三位 三位 五位